好開心 終於來到又有16萬呎的大型遊戲中心 知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是深圳保安區地鐵 搭5號線的保華站 我已經準備好了 將飛去任何遊戲 兩邊分開七個區 由高碰碰車到麻雀 讓我們來玩 快點進去看看吧 這個上年9月才新開的大型遊戲城 由運動館、電換城、親子區組成 大到可以玩足整天 適合不同年齡層的人士 場內玩樂的設施選擇超級多 街機、體感遊戲 不少一家大小來玩 而大人都找到樂趣 就是付錢進來打麻雀 看起來挺過癮 聽說還有全深圳最大的滾軸溜冰場 以及8條標準21米的保齡球賽道 現在我開始打保齡球了 很久沒玩過 我選了一個六磅 那好吧 現在開始玩吧 動得很慢 但不要中敲 動得更好 我覺得打卡挺漂亮 因為球很顏色 而且它有螢光 有一點 來一次 歪了 4分 好 第二局 歪了 不要中坑 中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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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玩了保齡球 我覺得它現在是… 你可以買入票或兩個小時 也不玩 其實我想有價錢 你只能玩兩、三局 已經回本 好 好 讓我現在試試這個雜技圈 我沒試過打球 是要打… 就是打跨過一個圈 好像馬氣球那樣 那些圈 試試看 來一次 來了 那就是跨了一個圈 再來一球 我發現這個迷你球場 連球桿都不是正式球桿 我們其實是否不應該 用正式打球的方式去打球 總之一下掃過去 都說了 跨了一個圈 進不了洞 我決定放棄這個 我要試試其他色彩的洞 去打卡 我覺得這裡的迷你球桿 真的很好玩 雖然有古怪的 缸又不是平常用的缸 之後的洞 又不是平常的洞 但我覺得因為很色彩繽紛 所以打的時候 人都會開心一點 來吧,試試看 能否入到呢? 這麼大 比平常的洞更大 來一次… 我站前一點的決定 它會阻礙我 即是這麼大的洞 我都進不了 簡直是慚愧 如果進不了的話 一、二、三 好吧 我進了那邊 不玩了 先玩其他遊戲吧 這麼難玩 對嗎? 比平常打歌 剛才一邊走一邊玩的時候 我看到其實有很多一家大小在玩 所以我覺得這裡 絕對適合一家大小來玩 從早上玩到晚,玩到盡 這裡有個空位 我先來玩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小時候 跟爸爸媽媽去玩的時候 我每次玩完一局 覺得不夠 叫我爸爸媽媽再進去金幣玩 他們都要靠很久 這裡不同 這裡是任何玩的 我今天一定要玩一下球館 才行 進… 進不了 怎麼打得好一點 你覺得… 停… 哎呀 兩個一起 讓我試試… 來吧 這個… 停… 真的多了 我兩個反而入了一個 來一次… 停… 滑穿一球 有點累 我要喝一杯東西 但我還是有趣好玩 這個我不太會打籃球 我都可以過關了 有個籃球打不動 現在它動來動去 我都能入球 媽媽,你玩得這麼厲害 她也很厲害 這個小朋友不行 我要更厲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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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我被我掃光了 哎呀… 這麼快玩完 我排在最後 他們是不是每天在這裡玩 我看到你坐了很久 怎麼不夠他們來 他們每天玩 我走了 那既然玩遊戲不太在行 那不如轉場玩雪吧 灌蘭湖這邊有個滑雪場 有漁雪區 和長115米的滑雪道 不算很斜 很適合新手玩的 單板、雙板就自己選吧 進來之後 其實門票很划算 它有兩個小時和三個小時選擇 但是門票已經包括了全新的設備 衣服、頭盔和滑雪板 就是記住大家 如果你滑雪可以戴自己的手套 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在這裡買 所以我們現在去寧基礎滑雪地熱身區 試試滑下去 其實現在不可以在這裡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是這麼笨的話 其實這裡是有教練教的 我現在是不能動的 去吧 走 經理過這個很久沒有在洗的經驗 我覺得可以滑下來 而且沒有跌得很厲害, 已經非常好 但我覺得第二回合應該會比較好 今天玩了全天之後, 我很累了 所以我在酒店附近, 很快快去選一間餐廳 其實一點都不隨便 因為這間杭州菜有25年歷史 全國還有40間分店 有什麼特別是直營的 不是一般的, 賣名出來不理食物質素 所以才有25年歷史那麼長 不如我講一下我剛才叫了什麼食物 吃杭州菜, 當然要一個西湖寶塔肉 然後我還叫了一個杭州醬鴨, 還有獅子頭 哇, 菜菜很快快就齊了 不如快點趁熱試試這個招牌金沙大蝦 那些金沙其實是一些蛋黃 然後大蝦炸得很好, 皮很薄, 很脆 而且剛剛新鮮炸出來, 新鮮熱 然後蝦的鮮味也很重, 很彈牙 不如我們嘗嘗這個杭州醬鴨 其實我是第一次吃的, 讓我嘗嘗 原來上鴨不像我們平時吃的鴨 很軟, 很酸嫩 給我感覺有點像香港的臘鴨 但沒有弄得那麼乾的風格 其實我吃了這麼久 我又沒有喜歡, 讓我先吃其他 我先嘗嘗一個獅子頭 通常我吃一些有湯底的東西 第一口會先嘗嘗它的湯 味道跟蝦一樣一致, 都是淡淡的 讓我嘗嘗它的獅子頭 它不是只有肉在裡面, 還混了馬蹄 令整件事沒有那麼油膩 我覺得挺好的, 吃了一些 其實你看到, 剛才的醬鴨比較濃味 喝一口清湯, 我覺得不錯 現在輪到嘗嘗我的氣肉 這個夠了西湖的特色 你知道叫什麼嗎? 叫西湖保育塔 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塔, 嘗嘗 有很多肥膏, 我已經有罪惡感 我覺得不錯, 剛才覺得它會否很肥 其實切得很薄 那些肥膏, 配上肉, 我覺得入口口感很不錯 還有一罐作風, 它都是比較淡味 所以我覺得很健康的餐飯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裡這麼多碟菜 加上我的飲品, 所有東西 二百三元, 又找不到 難怪這麼多本地人來吃 一定有它的原因 性價比高, 又不錯的味道 明天最後一集 Maisy帶大家去鹽田區 開上內地近年很流行的 兩層酒店式公寓 我可以這樣睡, 這樣睡, 這樣睡 又打卡, 椅塔圖書館 現在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很可愛的約會地方 去海鮮街吃東西之後 上山頂感受鹽田絕美的夜景 這個地方真的非常適合拍拖和打卡